又有警局沦陷了 彰化分局大浦派出所的一名原警 在参加完大甲妈祖绕境勤务之后 出现了流鼻水等症状 裁检之后阳性确诊 而冠生局紧急匡列了派出所的27个人进行PCR 最新结果出炉 又发现一名原警阳性确诊 由于两个人在一个礼拜之内的勤务是没有重叠的 究竟是在出勤时染疫 还是有其他的感染来源 现在也还在厘清调查 而派出所在紧急清销之后 在今天早上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 清洁公司人员全副武装 将整个派出所离底外外消毒过三次 包括花婆 桌椅 警用汽机车等等 一个也不放过 疫情烧尽的彰化分局 大浦派出所一名原警 21号下班后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症状 自我检查后发现确诊立即通报 卫生局紧急匡列包括所长等27人进行PCR 结果又有一名原警确诊 有一位目前轮休在南部的同人 呈现阳性确诊的状况 其余26位包含政府所长 PCR的结果都是呈现阴性 两名原警一人常到台中爬山 另一名原警驻台南 虽然大甲妈族绕境期间都有参与勤务 不过警方表示两人勤务并未重叠 而且包括来回城都有分发快筛剂 让同人检测 因此究竟是否大甲妈族肉镜期间染疫还要进行疫调 目前大部派出所已经完成消毒 其他PCR阴性同人继续上班 派出所21号晚间一度暂时封闭 不过目前已经恢复正常运作 但提醒民众前往派出所时 还是要做好防疫措施 接着戴荣茂 中央报道